谢谢唐阿姨 小成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 可是躲在这儿哭能解决问题吗 不是让对方称心如意了吗 关键是 我根本不知道这是谁干的 就算我知道了 我也不能把它怎么样 其实 我只是想好好地努力工作 我为什么总会遇到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其实很多时候 不是努力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遇到困难必须迎难而上 才能成为打不倒的强人 强人 可是我不想伤害别人 所谓的强人不是要去欺压别人 而是有能力保护自己 能够保护自己身边重要的人事物 小成啊 你失去过身边很重要的人吗 是别人来抢的还是自己没保护好 要保护自己珍惜的人事和物 得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这样你才会有所发展 我相信你有这个潜能 只是你一直忽略而已 阿姨 我不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 现在这样的状况 我已经很满足了 你真的满足吗 如果满足 为什么会在这儿哭呢 像高虹这样的下属 把他留在身边 不止阻碍你的成功 更是自己找罪手啊 高虹以前是科长 我是尊重他的经验跟资历 就算他三番两次地刁难你 挑衅你 你也不打算做任何处置 我不想让别人因为我而受到伤害 难道这样也有错吗 不是错 不是每个人都会感激你的体贴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 把别人的好意当成理所当然 成华 你很简单 这是好事 但如果你想保护自己 你必须改变 你如果愿意改变 我可以教你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可是我真的不想 别人因为我而受到伤害 成华 今天高虹可以欺负 明天还可能是任何人 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怎么保护你身边重要的人呢 我知道你很委屈 一直生活在过去的阴霾之下 所以你事事谦让 不敢得罪别人 可是这么好的你 不敢追求自己更好的未来 真的是太可惜了 阿易 一个人若是不敢追求幸福 就是浪费了自己的能力和天赋 会一辈子受罪的 阿易 您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我值得您这么用心栽培吗 因为看到你 我就想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 我也是受到了一位贵人的相助 才走出了生活的阴影 成了您眼前的这个董事章 可是我并不想跟别人争权夺利 这也是我跟宋总裁喜欢你的原因 但是 一个人可以没有功利系 但是必须要有求胜系 求胜系 对 我不是要操纵你的人生 我只是向你传达我的个人经验 一个人 他必须要有求胜心 否则他就无法成功 无法保护自己和他的亲人 我 我也可以做得到吗 当然可以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教你 好吧 阿易 我愿意像您说的那样 试着去改变我自己 怎么了 伯父 我要去洗手间 伯母 我陪伯父上趟洗手间 马上就回来 您在这儿千万别走开啊 我知道了 你们去吧 千万别走 我们马上就回来啊 我们马上就回来啊 哎 妹妹 是你吗 你们上完洗手间了 啊 哎 哎 哎 我的拐杖呢 拐杖在我这儿 我的拐杖 我的拐杖 先生 我 我们认识吗 你的声音 好耳熟啊 我们认识很久了 你要是想不起来的话 我 我会很伤心的 妈 妈 你是少君 你终于想起来了 那就去死吧 你想干什么 哎 哎 往前走 你想干什么 往前走 走开 不要停 往前走 走开 往前走 走开 往前走 放开我 往前走 马上就要到重点了 往前走 往前走 走啊 走开 走啊 住手 救命啊 走 少君你个王八蛋 去死吧 人家 小勇 有兆你别跑 小勇 小勇 是你吗 妈 你没事吧 妈 小勇 妈 小勇 小勇 这段时间让您受委屈了 小勇 告诉妈 你上哪儿去了 妈找你找得好苦啊 妈 妈 你回来了妈 我的小勇 小勇 妈 你的眼睛怎么了 你怎么看不见了 承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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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承勇 妹妹 你终于回来了 你知道我没有多担心吗 我想死你了 别哭了 傻丫头 没事了 没事就好 你回来了就好了 傻瓜 不是回来了吗 小勇 小勇啊 小勇 爸 儿子不孝 这段时间没能照顾您 您身体好点了吗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啊